莫施主 凭空消失 只不过是贫僧的一种说法罢了 也许描绘得并不太过 但绝不表示 韩施主 十七岁之后就会辞世 佛心慧眼 慧政大师当然一下子 明白莫离所惊恐的原因 因此当下 便解释道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便代表 他的命数还是有定的 能够被贫僧推算出的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贫僧对韩施主 十七岁之后的命数 完全无法推算 仅此而已 大师的意思是 十七岁也许就是 我人生中的一个巨大分隔线 寒江雪道士 面色平静得很 略有所思之后 出声问道 这个分隔线是什么 能不能渡过 过去了又将如何 所有一切 如今都还只是个未知数 也许 如果我能够顺利渡过 十七这个坎 我的命数才可能会再次 变得清晰可寻起来 对吗 听到韩江雪的自我推断 慧珍大师倒是点了点头 嗯 也可以这么说 贫僧倒是觉得 韩施主这一番描述 很是生动形象 那岂不是说 十七岁的时候 江雪会有一个很大的结束 莫里这下却是 被这些刚刚重新理解到的 所谓更贴切的解释 给弄得愈发担心起来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够允许 韩江雪有任何闪失 莫施主 这一切 贫僧也全然无法确定 都只不过是推测罢了 慧珍依然只能这么说 因为 他的确能够推出的 就是这些罢了 韩江雪十七岁之后的一切 如同被一团 棋的迷雾给遮住 根本不可触及 再加上 这个女子 十七岁之前 截然相反的两层命数 这样的存在 当真是绝无仅有 慧珍大师当然知道 莫里心中担心 紧张什么 因此诱导 不过 平僧虽无法算出 韩施主命数 但韩施主的命数 与你紧密相连 也就是说 我的命数 有可能会影响到 江雪的命数 莫里眉头微皱 似是在极力思考着 二者之间的关系 以及有可能产生的影响 平僧只能说 你们二人之间的关系 也是注定的 但最终 是谁影响谁 全部自有定数 就算 绕再大的圈子 最后也会 归于原位 慧珍大师最后 微微笑了笑 所说之话 听着并不复杂 可感觉就是有那么一种 说不出的绕 韩江雪这会儿道士 突然间脑子里 灵光一闪 而后 压根没去担心自己 那所谓的命数 而是如同钻空子 抓漏洞似的 笑着 朝慧珍大师问道 大师 既然你说 一切都有定数 然而就偏偏出现了 我这么个异数 那么 不正好可以证明 凡是总是有变数的吗 有变数的话 定数也就 成不成是定数了 不是吗 韩施主话中 玄机无数 慧根超凡 殷僧以为 你的话 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不过 你所说的 变数 改变的永远 只会是某个局部罢了 哪怕是你认为 那个局部已经足够大 足够精神 但是记上 放在整个世界之中 却不过是 一粒尘埃 慧珍大师微笑说道 就好比 生 老 病 死 这便是 所有人的定数 而每个人 则可以通过 各种各样的方式 努力 去改变自身 但所改变的 却永远只能是 极小的局部 最终是无法让人 脱离这一切的 有人坠胎 但改变不了 生过的本质 可以助言 延年益寿 但最终只是 让老去的速度 变慢一些 却永远无法阻止 最终老去 再好的大夫 再好的药材 治的好的 也只是某个病而已 却还是改变不了 生病的事实 死亡更是如此 从古至今 哪怕就是 能够活上千年万年的乌龟 最终也还是得面临一死 所以说 即便你以为 你改变了定数 但实际上 放眼整个大世界内 你改变的 却永远只是 某个小小局部中的 一点点 一丁点的变数罢了 慧珍大师最后总结道 当然 虽定数无法改变 但很多时候 往往一些不经意的变数 就可以让我们 受益无穷 如此一来 二者之间 也就并无冲突 和矛盾之处了 听完慧珍大师的话 茉莉与寒江雪 都同时陷入到 各自思索之中 而慧珍大师 也没有去打扰 微笑地 在旁看着 这对年轻男女 微微点头 不知过了多久 茉莉终于 先从思索中 回过神来 而很快 一旁的寒江雪 也同样地 将思绪给拉回 多谢大师赐教 茉莉率先出生 眉头也早就松开 显然是已经 完全想通车了 无论将来 江雪与我的定数是什么 总之 我都会按照 我们原本要走的路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 慧珍大师 含笑不已 只是略微点头 认可了 茉莉的态度 其实 每个人对于定数 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最主要的 不是成天去担心些什么 而是如何去面对 很显然 经由今日这番交谈 这位年少的金氏之才 已经真正地化去心结 将来的路 势必更加不可估量 而就在此刻 韩江雪已出声说道 大师 江雪想明白了 说到底 人生之间 定数与变数共存 对待定数 我们当顺其自然 而对变数 则当努力争取 如此一来 才不枉在这世间走一趟 这话一出 慧珍大师的眼睛 瞬间流露出 无比欣喜的光芒 其实 他二人所说之言 有着异曲同工之秒 只不过 韩江雪却是 把这个意思 概括得更加形象 而生动 阿弥陀佛 两位施主 皆天生慧根 前智非凡 善才 善才 慧珍大师双手和时 我佛慈悲 可惜两位施主 无法入我佛门 万望将来 多存慈悲之心 尽可能普度众生 阿弥陀佛 最后一声 阿弥陀佛到处 慧珍大师 便不再多言 闭上眼睛 静坐起来 见状 韩江雪与莫离 自然知道 这是慧珍大师 宋克的表示 他们今日之间的 这场佛缘 应该是 已经结束了 所以 二人对视之后 也不再久坐逗留 一并朝慧珍大师 行礼过后 当即便离开厢房 此时 武华寺的乡客 已经离去得差不多了 他们二人带着随从 亦没有再做耽误 一行人 慢慢下山 回去京城 下山的小道 还没走多远 韩江雪却是 突然停下 常莫离说道 要不我现在 再折回去一趟 莫离自然明白 这个丫头的心思 瞧着说道 算了吧 你呀 就别再耽误力气了 慧珍大师这会儿 应该已经从 另外一条 下山之道上 走掉了 你就算再折回去 也碰不上 他的面的 走了 你怎么知道 韩江雪 自知不解 莫离很快解惑道 我们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有小僧 拿着准备好的干粮 往大师屋子那边去了 这会儿并不是 用斋饭的时候 那些干粮 当然只可能是 给慧珍大师 路上背的 难道说 日后我真的 再也见不到 慧珍大师了 想起那 遗寡之缘 韩江雪心中 感觉有些怪怪的 大师向来就是那种 来去无痕的人 莫离并没有做出 任何实质性回答 只是这般的 说出事实 那也是 算了 不想这个了 总之今日 能够有缘 与大师说这么多话 当真是 受益无穷 韩江雪很快 便笑起来 说不定 日后会有变数呢 走吧 咱们赶紧回京 不知现在宫里头 怎么样了 这一会儿呀 那自然是热闹得很 不过 还不够呢 心虚过几天 那才是 真正的热闹 莫离的话 明显已有所指 纯边笑意 更是 说不出的精彩 京城的风向 的确变得极快 不仅是因为 有着慧珍神僧 如此具有幸福力的 公正正名 同时也是 莫离一手安排 推手的功劳 等到他们俩 一路游完 最后才回到 韩府的时候 京城几乎大半人 都已经知道 韩江雪并非 命格代赦 而是 青天剑的官员 推算上出了错 因为皇上得知 惠镇大师的话之后 当即便让人 将青天剑的人 给拿了问罪 一时间 整个事情 几乎一边倒地传开 比起当时 皇室让人 恶意扩散 韩墨两家之士的速度 更加快地不可想象 不少细心的人 不难发现 这场传言风波 分明就是 皇室和墨韩两家的对决 是一次正面较量 而很明显 韩墨两家 又打了一场 漂亮的翻身仗 而可怜的青天剑 也只能够作为 双方中 一个倒霉的替死鬼 这样的争斗 日后怕是会 只多不少 然而 无论外头风声风向 变成如何 却始终不会影响到 韩江雪什么 这几日 她也不必在 如之前那一般 几乎日日出门去习情 倒是多出不少功夫 陪着已经有生育的嫂嫂 一并恶补一下自己 那进展极其缓慢的女工 韩江雪愿意学 林晓晓自然愿意教 姑嫂凑到一起 比亲姐妹毫不逊色 这道韩江雪 是为茉莉而学的 这么大的姑娘 明年就要出嫁了 自然是想 除了可以做一个 勉强拿得出手的香囊之外 还能够做一点 更大的物件 比如 做点衣裳之类的 所以林晓晓 把自己看家本领 一一的都拿出来 那这杏子 一点点的胶 全部在意 向来聪明的江雪 在女工上的少根筋 那 这个怎么样 韩江雪这会儿 当然还没那个能耐 直接试水 做大人衣裳 正好嫂嫂负重小侄子 日后出生 要穿的小衣服 小鞋袜之类的 可以先拿过来 捏捏手 她比划着手中 刚刚好不容易 拼起的小袜子 显得很是兴奋 虽然自己也看着 看得出 针脚又粗 裁剪又乱的 但好歹总算是 凑成形 比之前几天 弄得来说 要好得多了 嗯 不错 进步很大 林晓晓看着 那双小袜子 开心地笑着 毫不吝惜地 夸赞寒江雪 雪儿很用心 照这样的速度下去 明年出价前 一定可以做上一件 不错的衣裳 送给你夫君的 哼 嫂嫂 也就你觉得 我做得不错了 昨天连紫月都吓唬我了 韩江雪 摇了摇头 我有得有些好笑 而后 也没再提自己真实水平 转而看着 林晓晓肚皮道 我的小侄子 现在会动了吗 听韩江雪 问起腹中孩子 林晓晓顿时 满面的母爱光环 笑得愈发开心 哪有这么快呀 现在 连三个月都还没到呢 听说最少 跌到四五个月的时候 才能感觉到胎动 是吗 韩江雪 自日很好奇这些 放下手中针线 擦了擦手 小心翼翼地凑近 摸了摸林晓晓的肚子 那现在 我们和她说话 她能听得到吗 林晓晓 一摸了摸自己腹部 点头道 应该可以听到的 大夫说了 有空的时候 就跟她多说说话 总是好的 等满了三个月 还得多走动 越是日头晨 便越得走动的情 这样生的时候 孩子才容易生下来 哦 那就好 韩江雪收回手 满心觉得无比奇妙 而后四世 又想到什么 朝林晓晓说道 嫂嫂 我听人说 有身孕的人 特需要人陪 大哥事情特别多 陪你时间很少 要是你觉得 林家那边方便的话 其实可以让你娘家人 过来韩家住上段日子的 这样也可以 有更多的人 陪你说话 姐们 韩江雪自己 也不是时时都那么得空 能过来陪林晓晓 所以便想起那个 林家四小姐 林晓晓与林四小姐 关系挺不错的 她是怕林晓晓心中 有这样的想法 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所以才主动着 将此事给点出来 听到这一话 林晓晓倒是摇了摇头道 这个暂时倒不用了 我父亲离京上任之后 兄长不久也跟着 去了那边 现在家中所有的事情 全部由母亲打理着 也挺忙的 四妹妹也到了 要准备婚事的时候 还是莫要去 掏扰他们才好 再说 我每日在府中 也没觉得 有什么不好的 你大哥每日再晚 也都会回来的 你已有空 也时不时陪我说话 聊天 还有二婶 三婶 端儿 喜姐儿 庆哥儿他们 平时有空 也会过来陪我说说话 都这么多人陪着我了 哪里还会不够呢 林晓晓当真已经向韩家 当成自己的家了 韩家人也成了自己的亲人 不是别的那些孕妇 总有着那么多别的心思 更没觉得 唯有娘家人在旁边 才安心 那样的小心思 见嫂嫂心中 真没在意这些 所以韩江雪 也没有再多劝 正想再说点别的什么 逗嫂嫂开心的时候 却见雪儿走进来 说是老黄叔府上 有人过来 要见她 听到这儿 韩江雪自然没有 再在嫂嫂这边逗留 先行过去看看 到底有什么事 师父前些日子 虽已经离京 不过 他府上下人 当然还是照常运转 不可能说 老黄叔不在 便直接关门清空了 过去一问 才是原来是宋庆让人 过来带信的 说本事应该明日上课 提前到今日 请韩江雪 现在便过去 宋庆已经在秦房等她 见状 韩江雪 也没有多问其他的 点了点头 试以自己稍微准备一下 这便过去 依着宋庆的性子 自然不可能无缘无故地 改动上课时间 所以韩江雪 并没多问 不知情的宋庆人 而是直接带人 动身过去 进到老黄叔府中之后 秦房那边 果然传来 极其悦耳动听的情音 韩江雪 还是头一回听见 宋庆弹琴 跟师父的比起来 明显是完全不同的 两种心情 一直等到 情音落下 她这才抬手 敲门走进去 而这一会儿 刚刚一曲结束的宋庆 仿佛沉浸在 先前那曲子的 意境之中 半天 都没有回过神来 直到韩江雪 走至面前 这才顿时清醒不少 略显青涩地笑了笑 请韩江雪落座 师兄的琴声 是我听过的 最纯真 最美好的 韩江雪 并非拍马屁 他当真觉得 宋庆这样的人 很让人觉得 有些不可思议 一个人 可一直保留着 孩童时代 最纯 最真的想法 本就实属罕见 更别说还是一个 圣语武将世家的 将门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